一条有千年沧桑的生命之河 一条温州人世代难忘的母亲河 一碗红糖粥 熬到细腻绵稠 散发着阴晕的热气和浓郁的糖香 这是温州人最熟悉的味道 在温州 女人产后坐月子是要喝红糖粥的 这是老辈留下来的传统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红糖是家乡的土特产 被视作重要的补品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 这个传统却仿佛因为某一种情节 一直沿袭到了今天 温州人的确是有着红糖情节的 红糖在温州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南北朝 南北朝道人陶宏景 曾在本草经集图里记载 红糖性温 胃肝入皮 具有缓中化石 氧气活血 散寒止痛等功效 据传 桃红景曾在瑞安桃山隐居 推广了甘蔗的种植 并教导民众榨汁取糖 瑞安桃山坐落在悠悠温锐唐河沿岸 温锐唐河水系河网总长度 一千一百七十八点四公里 灌溯面积四十八点二万 年流金量九点一三亿立方米 它似一条飘带 贯穿温锐大地 沿接着温州市区与郊县 在天地间 滋润着这片土地 秋末冬初 是唐浙的收割季 瑞安桃山玛宇一带的浙农们 在地里田间忙活着丰收 砍下一根根比成人 还高出半截的唐浙 剥掉唐浙液 再截掉唐浙顶和根丛 最后用绳子将 甘蔗十几根不等 捆绑成一扎 送往唐厂家 当地大大小小的唐厂 遍布在田间 至今保留了最原始的 古法红唐制作 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规则 基本相差无底 沿用了流传千年的连环锅 和直风枪造骨功 从稀到浓 连环锅里的蔗汁 呈现出次第不一的颜色 太早咬出含有太多水分 太迟了又容易连锅 这就非常讲究手艺的精准 智唐师傅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神情笃定 这是离经岁月沉淀才有的自信 已津津上成的红唐 经过连环的工序后 细米筛出 价格比市面上的红唐高出几成 但顾客趋之若鹜 冲天灶里 掩藏不住的唐香 弥漫着整个村庄 这是世世代代治唐人 最留恋的幸福的味道 作为重要的经济作物 甘蔗既是加果又可以熬糖 长期不约着这一方乡土 而在这大地的深处 涌动着的是一条血脉母精河 从糖河里提取的多少 轻烈的甘露遍布方格水田 秘密糖河水 在长长的龙沟里默默流淌 在庄稼的根处 凤泉般缠绕 刚出来的话 九十度度烫的 一后凉了一后就是七十度 七十度放在糖里 一后就是五十五度 七十二岁的郑殖明老人 在糖河边酿了一辈子的人家烧 春秋几度 岁月融换 他酿酒用的还是那几件老物事 不改传统的老记忆 在地方上享用名气 在第七批温州市非物质文化余产名录中 清气可口的南唐人家烧 味略其中 代表着温州传统的酒文化 人家烧 指的是自家按土法酿的白酒 重要的用料便是糖和水和糯米 糖和两岸相间人家 几乎户户都有人家烧的手印 秋熟时用优质的糯米做原料 蒸煮 饭粒膨胀发量时既已成熟 将酒区拌入其中 层层加 层层搅拌 然后乘入老缸中密封发酵 吹饭和水的比例讲究 这份拿捏就全在做酒人的经验 一般发酵两个月左右 一缸黄酒就酿成了 这时可以咬出来烧人家烧 地方上酿酒手艺出众的老人 这时候成为家家户户 预约上门烧酒的大忙人 在一旁的人深吸一口气 以醉倒在酒箱里 这个枪筒枪 本来就要枪下来 夏至水塘满 秋收谷满仓 水与粮食 酒之魂所在 每逢秋收时节 稻子熟了 在唐河岸边翻着金色的波浪 满笼沉甸甸的倒碎 从过去来讲 其实这个土地是很贫瘠的 沙 它有些东西不是很肥沃 自从有了唐河之后 进行了水利灌溉 培育了这个土地 这样的话 慢慢地我们就成了 这一代就成了鱼蜜之乡 与灌溉相提并论 唐河水路交通的方便 极大的促进了运输与流通 端午时节 杨梅红了 这红盘绿地实在透着一股 让人欢喜的天然之气 让温州人特别着迷 温州人几乎都有 遥传到茶山品扬眉的记忆 秋高气爽时 成片的�欧干磷 结出干 低密的干磷 沿水而聚 墨绿的夜间 秋时坠枝 枝重伟地 啥是好看 摘果子季节 水稻里满是来回穿梭的船 果农们将一框框鸥干 放在船上运出来 沉甸甸的干果压着水线 广袤的河面清风徐徐 分外让人嗅闻到 新摘下来的果子香气 一条河 孕育了清香的香土果实 同时将果农们 平常的收获场景 变得易去盎然 副手看周期 小桥水巷多 水巷多 这个水巷就是解决 这个船的交通问题 它就可以解决负载之劳 就是说我搬东西 一直可以到家门口 到商店 吃的还唱词 不有的 当然也有小偷 它就是个社会 交流非常好 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和商品的流通 也在一些大的布头 因此衍生出热闹的集市来 唐河边香村 成为一时繁华之地 自然形成了 多条商贸街 街上有南货店 鱼网店 鱼咸店 棉布店 中药店 繁盛时期 行业店铺 多大几百间 一笔笔生意做成了 百姓一天天的生活 也在这里起起落落 日中为世 至天下之名 聚天下之祸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 异系慈夏之巨 勾勒出了唐河集市发展的庄茂 展开了一幅水乡社会人文 商贸蓬勃发展的生动画面 它对整个商业网路来讲 应该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什么呢 你像温州城区有这么多的商铺 内岸城区有这么多的商铺 再加上眼线有这么多的店铺 其实我们五田过去一条街 旁边都是商铺 像走栏 我们走过去有块避雨 里面就是商铺 工业经济 因着这唐河水路的便利 抖升出一种蓬勃生长的力量 酿造业便是唐河沿岸最先萌发 及兴盛意识的产业之一 宋时温州酿造业已寄出史料 据周密武林旧市南宋市寺称 南宋时温州上贡佳酿 清兴唐封和蒙泉并温州 南宋著名学者夜市对温州酿制品 赞参叹不已 在永家风物诗中诗云 琥珀银红 魏已是唇 思姑关脉 各已生春 温州人熟悉的江心派老酒汉 取其唐河之水 最早在温州酒厂酿制 成为一时国货精品 从唐河边诞生的小作坊 发展到工厂 温州酒厂经历过百年酿造的历史 1963年 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组建 后改名温州西山酒业有限公司 他和解放后由广河匠园 长春匠园 古河匠园等大大小小的匠园 公司合营组建的温州酿造厂 是印证温州城市发展的重要工业遗产 黄标那个瓶子 这个山标也是50年代到现在都没变 胡永乐 14岁进入温州酒厂做酿造学徒 48年来一直未曾离开过酿造行业 曾担任温州西山酒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2010年 霍温州市政府颁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温州老酒汉继承人 他见证了温州酿造 因唐河而生的那一段历史 4点钟起来的时候 那么把小床划到那个 新桥那边一溅到底很清凉的 比我们现在的自来水还要清凉 看到河底去的 在这个地方河面很宽的 小床划过来 三四个人站在一边 脚一踩 这个船就是一边倒下去的时候 这个水涌进去 然后满了 马上就滑回来了 1996年至2008年 温州酿造厂和温州西山酒业有限公司 先后被海螺集团兼并 经过重组改革后 海螺食品将兴喂业 成为温州地区最大规模的酿造企业 黄酒 白酒 酱油米醋等 越来越多的品类从这里扫出 形成了酱酒业的产业风气 孕育着温州特色的酱酒文化 流动的水开启了工业产业风气的鲜河 酱酒业 陶瓷厂 味精厂 啤酒厂 他们经历着岁月的洗礼 从遍迁中走来 延展出一个个广阔的市场 带动着一方商品经济的迅速崛起 如今仰望唐河边一个个寂寞的旧址 浮出历史的后壁 内心不禁荡亮出一阵阵怜 他们给家乡带来多少生活的喜悦 和美好的憧憬 在那走远了的岁月里 当我们的目光穿透岁月的阻隔 当我们沉浸在历史的追忆里 最能读到心中那一份 对母亲河的痴痴眷恋 唐河水潺潺 岁月的长河里 唐河话遇万物 承载着风土浓丧的百姓生活 也承载着古老璀璨的东欧文化 由于气候温暖宜人 雨量充沛 唐河两岸非常适合种丧养残 温州的丝绸迎而兴盛发展 工艺历史悠久 远在宋元时期 温州生产的灵捐绸就很有名了 得益于丧残文化 以丧皮为主要原料生产的一种手工纸 温州皮纸 史称捐织 其圣域不亚于丝绸 温州皮纸从唐代起 既已列为贡品 纸质坚韧且一面光一面糙 在手工业史上被称为一朵奇葩 由于指纹特殊 能忠实反映墨色 很容易形成一种壁画般古朴残破 与神秘的画面效果 宣子运墨的时候 如果是生鲜的话 它运墨有点厉害的 但如果是俗鲜的话 它是加了繁水的 它是不运墨的 半生半熟的那种 温州这种皮纸的状态 它也过了明返 也加了药方 所以它做出来 既有生鲜的那种运墨 又有俗鲜的那种感觉 这一句清代诗人戴文俊的诗 表达的是对温州皮纸的赞叹 随着历史的变迁 温州皮纸经历过四百年的生产 到明宣德正统年间逐渐停产 工艺流传到今日 有显珍贵 这朵造纸历史上的奇葩之花 见证了民间工艺的精湛 东欧文化的奇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